还有两个月零九天咱们就要春节了 最近这段时间我收到比较多的问题呢 就是过年期间来海南养老 这个房子到底好不好租 绝大多数的粉丝朋友呢 都是想让我在这个地方 把他们问一问 这个时间段就是春节前后 这个时间段好不好租房子 租两个月就是把这个年跨过去 租房子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 看到我眼前的这片沙滩 就是这一片看到了吗 这些高层呢都是清水湾的一些楼盘 因为海南这边的房子啊 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呢就是这种小区 清水湾像这种小区的房子 第二种形式呢就是像自建房 所谓的自建房就是镇子里 像新村包括红沙 还有马岭那边镇子里的那种自建房 又是一种形式 这两种房子呢都是有利有弊 小区里的这种房子 就是优点是在于 小区环境干净整洁 那个自建房的优势是在于哪呢 在于这个生活的便利条件 要比小区好 还有呢就是这个房价 要比这个小区里的房子 要低不少 这个呢就是他们俩的这个优势劣势 好吧实践出真知 咱们给他们这边中介 去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看看过年前后是什么情况 我随便在网上找了一个中介啊 咱们打过去问一遍 喂你好 你好是中介是吧 对咱们说这边是面交的 面交这边的 三个这个大的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想租房 就是租清水湾这一片的房子 就是过年这个前后 就是一月份二月份这个前后 大约有房源吗 两居室三亚大概也得多少钱 就是我要就是过年 这两个月要租的话 你两居室的话 怎么都要接近五千块 五千块是吧 五千一左一右 看到了吗 打完电话 清水湾跟三亚的小区房 价格应该都差不多 人家说半个月起租的价格 是在四千到五千块钱左右 房东好说话 可能过年的时候会五千左右租给你 但是如果说房东不好说话的前提 可能就是六千会贵一些 跟我预期 我跟大家说的价格是一致的 差不多的 就是过年前后小区里的房子 就是五六千块钱左右 其实按照常理来说是要贵一些的 但是个人感觉 如果说来度假的话 一个月两个月 其实还是住小区里比较好一些 实在话 就是海南这个地方 租房忘记就是这个过年的这个两个月 一个一月份 一个二月份 这两个月的租房是可以说是非常的紧俏的 大家可能对于五千块钱没有什么概念 我就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地方租半年 两居室小区里的房子价格应该是在一万八左右 如果说您租这两个月 可能就要一万到一万二左右 所以说大家一说这个 就应该知道这边过年的时候租房到底有多热销了吧 就是像这种自建房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房型 过年的时候呢 费用大约是在三千块钱到四千块钱两居室的价格 这是个人感觉啊 比小区里的房子没有说便宜太多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你租不到 就是过年的时候你租不到这样的房子 咱们的粉丝朋友来到这个新村那个地方啊 碰见我了 跟我讲述了一下他的租房经历啊 来到这边找了好久 好的户型基本上都住没了 只有一些编酒盖啊 就是阴面比较多的房间 最终还是找了两三天 找到了这个自己心仪的一个房子 而且也是六个月洗租租给了他 他说我本来是想租四个月 租到过完年就回去了 但是老板态度很强硬 就是你想租你就想租就租六个月 要不呢人家就不租就是这样 所以说大家考虑说这个自建房 我个人感觉性价比不会太高 如果说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 还是去小区里看一看吧